好 主播 畫面中可以看到 中華電信的保全人員 是在舞台上排排站 而且人手拿著一支透明傘 就是要來防止這個洞上 蔡麗媳會被小股東砸到 那我們來看看稍早的畫面 應該是大代表技多數的精神員 其實由於今天是中華電信的股東會 由於這個小股東發言相當的踴躍 為了要減少這個時間 中華電信今年也縮短這個發言的方式 除了必須要按照順序上台發言之外 股東發言的時間也限制到 只有五分鐘以內 也因此有不少小股東 向董上蔡麗媳詢問問題的時候 因為沒有得到解答 一度相當的不滿 甚至霸佔這個發言台 不容易下台離去 而且還有股東相當的激動 就直接拿著桌上的礦泉水瓶 就直接往台上砸 不過現場的保全人員 反應也相當的迅速 一下子就排開了雨傘陣 就是要保護主席台上的中華電信經營團隊 不受到波及 以上是現場的最新情形 把時間交換給棚內主播 好這是記者張佩亞 帶我們看到的是中華電信的股東會 結果小股東丟水瓶的最新的現場狀況